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香港流行歌曲 创作邀请赛 冠军是谁 各位观众 陈秋霞小姐 有请 陈秋霞 你好 刚才那首就是《Dark Side of Your Mind》 你那时候拿冠军那首 刚才是《Dark Side of Your Mind》 大家记不记得《Dark Side of Your Mind》 就是陈秋霞的歌 是他自己写的 所以我们不用被创作 你好吗 很久没见 我真的很想念你们 全香港的人我都很想念 很想念香港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心情和你们聊天 我不是应该看着你吗 你现在看着我自己 看着你自己就可以了 你现在很漂亮 什么叫《Graceful》呢 你看到陈秋霞就是看到高贵 整个你看到 不是的 不是的 平时我不是这样的 是吗 平时我很粗老的 我想见一下你平时的样子 你做了外母了是吗 做了外母 你做外婆 你做外婆 在等着 在等着 你做外母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先分享一下 那些女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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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是我们先剪走的 我们先温暖一下 让你开心一下 外母的心情 外母的心情很复杂 因为现在全家大小 要回家吃饭 那又要顾着那些女儿 又要顾着那些老公 又要顾着那些女婿 又要顾着那些女婿 比平时还忙 要运在家里 我其实就是想问你这件事 因为一定是 人家就是一家之主 在这些情况之下 就一定是你的了 你真的要照顾 整家大大小小老老乱乱 对不对 是的 我的性格就是这样 我想我由此做什么 我都没离开过这个职位 就是很喜欢 take care 别人 你说起一家之主 我今天真的做了一家之主 你知道现在我们不是那个主 因为现在我们有禁制令 只是可以一家之主买菜 所以我今天 今天早上就去了买菜 那我们在说究竟谁是一家之主 那我去吧 那我才懂得买什么菜 原来他真的要 选择一家之主出来做代表 那我今天早上就突然有了一个 新的咸头 原来我是一家之主 现在才知道 你知道应该是了几十年 对了 告诉大家 你现在是在马来西亚 是吗 是的 是的 那封了城了 是吗 第九天了 第九天 情况是怎样 可不可以说一下前前后后的情况 在封城之前 马来西亚的情况是怎样 其实我们之前是没什么的 我还在这里 真是祭天祭地 当时我们只有22宗 很久都是22 那我还说那天真是对我们 马来西亚不迫 我们还维持得 控制得很好 那突然间就 就来了 就是失晒预算 好似有点失控 幸好我们政府就 马上做决定 就封城 但是封城得来 就不是说真的 你完全没有了自由 好似我说 一家之主 可以出去买菜 即是超市 街市是有开 那还有一辆车 就可以坐一个人 你还可以出去 不是说 我完全没躲在家 那平时有些 这些没有时间做的事 这些九天 就可以做了很多 自己平时不够时间做的事 那另外一个 得着 可以多些留在家 秋霞 你本身是不是一个很紧张的人 作为 在家里 作为人家的老婆 女儿的妈妈 你是不是很紧张他们 一有这件事的时候 你是不是很紧张 是的 你知道现在我家 全部的消毒清洁的工作 是我做的 早晚 之前二十二中以来的时候 我是早晚做清洁 就好像有些清洁 阿嬸戴上手套 在那里抹那些门钉 是吧 还有抹灯制 那现在情况严重了 我就一日三餐 就是早五晚都要抹 因为扣一些 其实我不知道我做得对不对 不过做了 可能会安乐一点 自己的心 那这些女儿女妻 就算老公说帮忙做 你其实也不信的 不信他们 我要做到 分工合作 分工合作 就是摆桌 摆筷子 即是家里 即是家里开饭 都要用滚水录过筷子 分开了 那我要做监察 初初大家都不是很惯 在家里用工筷 是吗 幸好我那时候 三年前病 那时候因为我自己的病人 我就会比较小心 就要求大家 有时候可以用工筷 工匙羹之类 那现在我就好像一个监察员 就看着你 你刚才是不是拿匙羹 那样放入口 还是又放入菜 就是变成我自己觉得 有时候我会 为什么我好像有点黑人生 那么严格呢 对他们 他们会不会觉得 妈 不用这样了 太太紧张了 会不会这样 慢慢习惯 初初 头几天不是很习惯 就是我会挖住 比如你用那支牙签 制作一张桌子 我就会挖住 挖住 挖住我老公 比如 那个就是我老公 那我 那我 劈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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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拿东西 开冰箱 那些东西 就会让大家都 我已经够紧张 我不想再担心他们 弄到他们都太紧张 但是现在开始 大家都很乖 就是分开了 尽量为大家的好 我想这样说 因为我知道 你曾经都为你的香港的武校 因为那个多少周年 九十周年 九十 做音乐 就是帮我写主题曲 但是原来在那段时间 你自己身体 其实就不是很好的 是不是 那我想知道 就是 其实 我就 我就 我就已经知道 我 就是 第二期有癌症 那 又接了这个工作 我做好曲 要拍MV 那整天人 你问肖仔 整八十个人 那我们拍MV那天 我就 就没有告诉他们 其实自己知道 做完这件事 就会去做花脸 那心情又 很 又不敢和别人说 影响整个组织的工作 那天拍MV 我们是记得 由早上到八点 到晚上十五点 十几个钟头 有点累的时候 别人问我 我就说 那些 譬如走上个堂 好像老人家那样走动 那我说 你会不会太累 好像 行灵 他们都会问 我说 可以了 因为那时候是六月 很热的 礼堂又没有冷气 那我就说 我的脑无病 我是耳水不平 走 都好像走着走着 都是不稳 那么 到这个主题曲 那晚我记得是六月二十六日 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庆祝学校 有很多围台 一起做第一次播这个MV 给人家看的时候 我觉得我上台 做完这个工作了 我觉得我责任完了 到拜拜的时候 我就跟校长说 多谢你给我这个机会 为学校做一个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但是明天我就要开始化疗了 我觉得你说 就不用跟别人说这么多话 你一说化疗 别人就立刻醒目 你是什么事 个个都是很突然 有些同学听到 甚至是当场就哭了 那我说 那明天开始 我都跟医生说 我一定要做了这个歌 90周年的歌 先出来做这个Dina 我才可以开始化疗 我记得是第二天 我就收拾一些行李 就进医院了 那再来 现在都快要三年了 三年多了 三年多了 原来过得很快 那就是这种 就是我认识的陈秋霞就是这样 就是那种对于他的工作的尊严 是不是 修霞 好不可以再和我做多一件事 就是你在这里呼吁一下 各位 如果你们喜欢这个 我和阿蛋这样的聊天 快点来订阅健康蛋 如果你看了刚才的节目 我和阿蛋的访问 你喜欢这个节目 这个健康蛋的节目 你快点订阅 就是订阅 对了 非常好 谢谢 在这边 看看 我和阿蛋 除了 没有